大家好,今天是2019年12月21日,今天是港丹news,新鮮滚热,12月21日,土耳其大批民众上街,声门新疆维吾尔人, 和奥斯尔的,土耳其伊斯坦布尔,就有几千人,上街,声门在中国新疆维吾尔人,以及因为批评中国打击穆斯林而受到这个评击的阿仙奴中场奥斯尔,大家知道哪个奥斯尔啦,阿仙奴的中场,打中场就是队长那样的,因为中场要兼顾前锋后卫那些, 那是阿奥斯尔发声的,那当然事后,阿奥斯尔就受到中国当部的压力啦,极权社会怎么会给你呢,有言论才行的,对不对? 那呢,我是足球白痴来的,所以我是不知道阿仙奴是什么来的,在我的概念里面呢,阿仙奴就是踢球的而已,那我查一下资料就发现呢,是英国那边的球会来的, 那文革就在这里说了,奥斯尔呢,不是阿仙奴的发言人,言论是不代表阿仙奴立场,当然他有他的言论自由,表达他的意见,但是要为这个言论负责的,咦?那这句,我们保障言论自由,但不保障言论后的自由,差不多而已, 只不过问题负责到什么level而已,是吧?那我佩服这位人兴的道德勇气啦,因为有时,阿,你有道德,都未必有勇气说出来的,那实在是哦,你又要收人钱,阿,又要说人坏话呢,那就,就是很难的,亦所以全世界很多人呢,收完钱之后,很多时候都shut up的了,要不然你就不玩咯,那的确又有人不玩的哦,那这个德国球队,阿,这个科龙,阿, 就表示,会停止在中国进行的青年足球学院计划,原因就因为呢,科龙,阿,德国球队,个管理层表示,向极权和独裁主义就说不,啊,那我重复这句,向极权和独裁主义说不,不用说多次了,和向独品说不,差不多而已,向独裁及极权主义说不,那不是误他的,新疆维吾习集中营,那就有这个文件传出来, 几百页的了,好仔细的了,啊,整个东西啊,说的是,好像德国啊,以前怎样去囚禁那些犹太人一样的那种,不过这样,他好点啦,因为那时候真的捉到就,一车车地运过去那个,毒气室那里处决的了嘛,那今时今日,他只是处决那些,不听话那些的嘛,啊,那好像好点啦,是吧,那你不应该用德国那个,集中营,那个去比较,是不是这样说的呢, 但是又不是哦,人类社会应该进步的嘛,那天啊,就是德国集中营那件事基本上是超了level啦,过了人类底线啦,是不是呀,根本就不是说你要去到毒气室我们才谴责的话,你这样去打压异见人士呀,几百万人啊,那里,那已经应该强烈谴责啦,啊,联合国那些现在都还没出声,只能够说,可恃两个字而已哦,是不是呀,出得声是, 第一个出声应该是联合国,你还要找那些,阿仙奴那些,奥斯尔那些,喂,大佬,你要找平民百姓出声你才处理,不是应该你自己去处理的了嘛,就这样解而已嘛,你是不是基于人道主义立场成立的一个机构,见到这些事的时候,你是就手旁观,还是挺身而出呢,这些就叫做道德的勇气啦,这些就叫做廉洁奉公啦, 那说回土耳其那边啦,那几千人就是声援这个阿仙奴中场奥斯尔,和新疆维吾尔那些人士的,啊,证明真是,都算是回教友情啦,但是问题就是,就是你知道啦,很多那些,中东那边那些呢,就不出声的嘛,就是以前呢, 经常就说美国老阴谋伊拉克搞到很乱那样,那现在没啦,人家走了啦,那跟着伊拉克那些人呢,就发现啦,哦,原来伊朗才是背后幕后的黑手,好啦,那跟着呢,才有现在的平民运动,我想这样做可能,对美国来讲会好一些啦,因为这些你怎管都管不住的啦,真是像华大妈话头啦,收回你的黑手,当你收回黑手的时候呢,反而呀,那些人民就会觉醒的啦,真是没办法啦, 哎,哪个只手最黑的嘛,那土耳其的游行人士就举起,啊,有些什么呀,制止残暴的标语,还高叫中国是杀人兇手,滚出东特厥斯坦,等等的口号,那我觉得空月来风又未必无因啦,就是首先他们会听完很多不同的一带一路国家,讲他听,怎样剥削那些劳工啊,各样那些东西先啦,如果不是都不会这么反感,这个第一点,第二点是, 那就真的确有其事嘛,第三点就是,其实土耳其呢,在埃尔多安的统治之下呢,其实都饱受这个极权的洗礼啦,就是埃尔多安又是有个帝国梦的哦,哎,真是好似的,那些霸主的行为好似的,那其实这么说啦,其实呢,就是人权啊,维护人权这件事呢,就很倚靠那些自由国家发声的,为什么呢,因为,喂,你那些几千人在极权统治下发声的时候, 他们都不知道几高成本,所以怎么都要,靠自由国家那些人民啊,多点容易发声咯,不出声当没事有时,之前呢,就是蓝球队NBA事件的莫雷啦,啊,那跟着呢,他讲完Stand with Hong Kong之后,就吸引了很多的小粉红走去攻击他啊,啊,就是在这里Stand with Lydan,Celebrate 911,慶祝911事件那样的嘛,那今次呢,就足球啦,就是这些体育活动, 其实所谓的体育活动是怎么来的呢,就是讲着,国家和国家之间最好呢,就不要再有战争啦,那所以你们不要再有战争的时候呢,但是又要竞技,那在运动场上一较高下咯,就不要再打打杀杀啦,那就例如啊,邓小平当日的乒乓球外交这样咯,啊,就是中国人打乒乓球有一手啊,那时候好像有个叫什么的,是不是邓亚平啊,我忘记了啦,Anyway,那又讲回这个中国足球啦, 就是那天踢踢下的时候呢,甚至乎啊,起码飞脚去踩人家的头啊,果然是功夫足球啊,其实没有的,今时今日,香港的状态都好像是对着这个魔鬼队的嘛,就是打了那些肌肉眼化针啊,跟着上球场又踢伤了你的手脚啊,踢人的,都不是踢球的,完全无视规则玩的嘛,那少林足球都教了你怎么应付啦,啊,只有太极的而已,简单讲就是要他自己吃翻自己做过的东西啊, 如果不是都很难搞,就是,老蕭经常说的嘛,只要我们最合了,七百万只波子蟹,顶住这块巨石,那就可以抵抗到这个极权的啦,那老蕭就说啦,不那是哦,喂,他这么大块石扎下来,那波子蟹会碎掉的哦,那所以呢,喂,没得硬顶的那些东西,只能够呢,周围滚的而已,他扎下来,你就由那些垃圾到滚走啦, 然后想一下,啊,怎么样可以令他怎么样啊,拿起石头砸自己的脚,这个华大妈经常说的嘛,拿起石头砸自己的脚,那我们是要用生命去影响生命啦,就是,讲述,所有人啊,对于,新疆维吾尔人的那种,灾难的哀痛, 以及,很多,不同世界各地的人,啊,受到苦难的迫害,争取啊,又或者,换醒回世界啦,觉醒回往日,1960年时代成立起的世界秩序,那种秩序就是,讲着,对人命的尊重,对每一个人,与生俱来的权益,的保障,令人生活在,一个没有恐怖气氛的环境里面,去除野蛮,追求文明,那我期望由, 2020年开始,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好啦,而不是受到极权所左右,其实现在所有的极权,都在这个亚洲大陆啦,包括你俄罗斯啦,中国啦,北韩啦,伊朗啦,哇,这四大核心啦,都可以说,啊,加上个土耳其,五角巨兽啊,那就无论有没有宗教信仰都好啦,祈求未来明天更加好啦,好,今天讲到这里, 2个月1号,午 Kor5А, bung下楼上了 间在这个节目中,中国大陆,中国大陆,中国大阆,中国大阆,中国大阆,中国大大海上小地方大陆 正正在哪oneости Kevin More,川 cups,由他的费力量,马GS、国大便 说学有没有宗教信仰的那些灾 lovelyその专则都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